大家好,我是洛峰林 是吴博士利用金技术打造出来的第一款混种恐龙 编号为1750,身高4-5米,体长6.5米左右 生性残暴,异常凶猛 连吴博士都觉得他攻击性极强 而且评估他的心理状态是极差 形容他的心理是破碎而不可预测的 这类似于《侏罗基世界》一中欧文对于狂暴龙的评价 他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蝎暴龙通体长着灰色鳞片,纹布非常短,牙齿参差 总之长相丑陋 被诸罗基世界的老板西蒙·马斯拉尼说长得太丑而不能被展览 于是吴博士将其冰冻起来 但是在暴虐霸王龙出套期间,冷冻汤被打破逃出 出套的蝎暴龙在野外通过无性生殖的方式繁殖出了另一头蝎暴龙 而另外一头蝎暴龙登场时就已经是成年状态 意味着它具有极快的生长速度 但是蝎暴龙似乎并不具有天然生物的母性行为 因为两条蝎暴龙在相遇之后还会争斗 目前已知的蝎暴龙身上混合的基因包括 食肉牛龙、霸王龙、迅猛龙、青蛙和蝎子鱼 它之所以会被叫做蝎暴龙 就是因为结合了蝎子鱼的基因而不是此前推特的蝎子 蝎子鱼也就是石头鱼,属于鱿鱼科,身上带有毒刺 而蝎暴龙在脖子、肘部、尾巴上都长出了许多毒刺 能使被刺中的目标麻痹或者昏厥 蝎暴龙拥有一双红色的眼睛并具有红外视力 能捕捉到猎物身上的红外热线 但是也因此很容易被火焰作扰乱 蝎暴龙的四肢非常特别 后肢肘部有突出的骨刺 而前肢的灵活性非常强 甚至能做出类似于人类一样后翘前肢的动作 灵活的前肢使其具有爬术的能力 能自上而下伏击猎物 蝎暴龙战斗力非常强 轻易就杀死了比自己体型大的脚皮龙 不过它锋利的爪子和独身对于甲龙来说不能发挥出什么作用 在追杀主角们的过程中 两条蝎暴龙在一个游客中心困住了主角一行人 但是与到来的迅猛龙小兰陷入混战 最终两条蝎暴龙都被游客中心的屋顶打死 吴博士本来打算回收自己电脑里的蝎暴龙资料 但是没有成功 现在唯一的蝎暴龙资料在主角这群青少年的游版上 目前不清楚未来是否还会发挥作用 按照电影和剧集的时间线设定 蝎暴龙是最先被制造出来的 它的诞生启发了后来的狂暴龙和狂盗龙 但是作为一个登场比较晚 且并非是电影 而是衍生动画剧集的混种恐龙 它的形象设定或许并不如狂暴龙和狂盗龙那样精致 并且它的形象跟侏罗纪世界二龙的狂盗龙有诸多相似之处 或许蝎暴龙的形象就来源于狂盗龙的某个气用造型 有几个气用设定跟蝎暴龙的确长得十分相似 而且在狂盗龙的气用概念中 也有拥有毒液的设定 只不过气用设定里面是结合了眼睛蛇的基因 总之蝎暴龙在形象上可谓抽出了一定境界 但是作为一头混种龙 与狂盗龙相比 显示出了更加多样化的行为和攻击方式 拥有颇为可观的战斗力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来解析一下狂暴龙 也就是暴虐霸王龙这个混种恐龙 觉得不错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